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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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llo 大家好 上個月比較忙 一來就要搞入籍的申請 而來自我們又在想 暑假最後去哪裡玩 所以有一段時間 沒有跟大家更新 今天也想跟大家更新 因為剛剛我們終於 搞定了入籍的申請 之前也跟大家看過 我們在三個月前 上網去官網 輸入了初步資料 想看看入籍 我們需要什麼文件 希望有些時間去準備 當時更新給大家 最棘手就是 推薦人 也跟大家說 因為隨便掃掃手指 他又要求認識三年 當時也馬上跟大家說 最好真的要密識定人選 最後其實是怎樣 我都可能 可以趁著這次的機會 跟大家更新 剛才提過 大家如果接下來 可能要做永居 或者入籍的申請 都可以上去官網 開一個帳戶 打一打一些初步資料 到去打完資料之後 其實他都會有一個 list 給你的 document list 告訴你 你要準備提交什麼文件 大家就可以初步去看看 其實很有趣 我們當時檢查 他有一堆文件 都抽了出來 到最後 我們真是很認真 去打完一些 所有 相關的資料 我們打完之後 最後提交之前 他需要我們交的文件 有一點點不同 可以說是 少了 對於我們來說 難搞的地方 起碼都叫做假點 那其實 最後 文件裏面 有什麼不同 我們 都要提供 有效日期 我也收到 有些朋友 都發訊息給你 如果小朋友 其實 有效日期 需要怎樣做呢 那其實 真的需要申請 一個有效的 護照 因為始終 你都不知道 那個申請怎樣 如果你入籍 就可能之後 都還要等小朋友 一段時間 才可以拿到 英國護照 那如果你還沒有的話 可能你們就要準備 就是 小朋友的護照 可能都要預算時間 會不會需要去 即期計算一計都夠期 那就要提早做 那在這裡也順便提一提 因為其實 好像我們 之前做永居 我們有律師跟 那律師也提了我們 永居申請的時候 其實當你提交了 永居申請 是不可以出境的 所以那時候 那時候 姐姐很尷尬 她的護照 到期 其實是 在暑假前 即是7月初 那時候 但是 我們那時候 提交申請 通常是4月 那我們那時候 就想 不如4月的時候 我們交了永居申請 然後暑假才 去做新的護照 給她 但是那時候 幸好有律師跟 那時候 就說 原來我們申請 永居的時候 其實是不可以離境的 所以那時候 我們都提早了 幸好律師跟我們提了 我們就 立刻 就說回那一年 就在香港 就 快點幫她 換了新的護照 幸好 雖然還有一年年期 可能始終是小朋友 她的樣子 那時候我們是 換到的 換完之後 就直接用了新的 幫她做永居 所以大家到時候 如果真的要做永居 就要留意 其實我們現在做入籍 我也上網查過 再加上都問過律師 她就說 今次入籍的申請 是不會影響到我們出境的 所以我們今次 現在去做申請 就算我們暑假 去其他地方玩 也沒問題 當然 大家如果做的時候 再更新新資料 因為有時候 政策上的東西 可能都會變的 暫時來說 我們自己試過 就是永居申請的時候 就不可以出境 我們入籍的時候 就可以出境去玩 好了 我們就說回文件方面 其實文件方面 到最後 我們要提供護照片之外 就要小朋友的出生紙 我和陳生的結婚證書 其實到其他那些 即是英文 那些都不是特別問題 在這裡都想特別說 是什麼 就是之前提過的住址證明 其實這次到最後 我們交易的時候 他有說明 如果我們的護照片 是有那個 即是入境 指出入境 指出明你是什麼時候 入境 那是不需要再給這個 住址證明 那所以呢 我們的護照片 全部都吸引了 我們只是 我們只是 檢查那個板 給他 我們就沒有再給他 任何 指出證明 那這裡 大家可以 到時再看看 即是如果 本身已經準備了 一個指出證明 那就最好了 如果真的沒有 其實 如果你的護照片 每一次裡面 都有一個印 其實都 暫時來說 我們都可以的 那除了這裡之外 就再提一提這個 推薦人 那之前呢 想更新一些資料 那之前呢 就太心急了 即是呢 他有一份東西 叫我們 要這個推薦人 簽名的時候 其實提過一張照片 那在這裡 也想跟大家提一下 那張照片 其實是說 申請人的照片 那所以 譬如我申請 其實是用我的照片 然後就給 推薦人去簽名 那推薦人 其實那裡簽名 也有說明的 因為其實呢 他呢 除了簽 因為始終他是推薦人 他也要確認了 申請人是我 所以 那張照片 再跟大家更新 其實是貼申請人的照片 即是我就用回我的照片 陳先生就用回陳先生 弟弟就用回小朋友 姐姐就用回姐姐 所以在這裡 大家要留意 那在這裡 想跟大家更正 不好意思 因為那時候真的太心急了 一看到照片 就 哇 糟了 立刻要跟朋友說一聲 因為始終 有東西準備多 好過 即是你跟別人說多了 好過說笑了 到最後不用的話 其實 推薦人都很OK 其實呢 推薦人那一份 大家可能如果有小朋友 就看看吧 因為其實老師那裡 最後呢 我老實都明白的 老師那邊真的簽不到 不過我們學校的老師就很好 他雖然簽不到 最後就幫我們出了一封信 就證明了他們兩個 真的 由我們來那一年開始 即是他們入讀那一年開始 就讀到什麼時候 姐姐雖然走了 她也有記錄 其實姐姐在中間那段 那段時間裡 即是由一年開始 就讀到六年 所以呢 基本上我們有個封信 之前影片也提過 如果推薦人方便 即是老師真的不方便交 只要我們有一個文件 證明其實嘗試這樣做 他都可以接受 跟大人的 即是那個推薦人是一樣的 所以最後呢 我們小朋友 就 推薦人用回我們那兩個 然後 之後呢 就補了學校封信 那是否OK呢 其實現在暫時 我們是不知道 是否OK的 因為我們只是提交了 我們的入籍申請 那我們的申請 暫時都要等批的 但是呢 問過一些朋友 其實都可能 這個申請呢 都要幾個月 我們以後才知道 可不可以的 所以呢 到時如果我們 收到這個入籍的申請 就可以再跟大家更新 但是我們自己 就覺得應該問題不大 因為反正 學校都出了封信 所以我其實也有 跟學校老師說的 不如你出封信 說不可以提供這些資料 幫我不可以做吧 但是 他們可能 對啦 他們又沒有那麼直接 說不給 就幫我出了封信 就證明他們在那裏讀書 所以就暫時 推薦人 我們就是這樣 去提交了小朋友的部分 另外 除了推薦人之外 其實其他的文件 主要都是交回我們BRP 可能要BNO的話 未必有BRP 那就不需要了 然後之後 我們就 因為一直以來 我們都需要打指模 所以最後 我們都要去打指模 也都在上個星期 終於搞定了 其實打指模 其實我也擔心 因為之前 永居那次 他試過在打指模 跟我說 需要我補回一些文件 我也有考慮過 會不會到時 會有些文件 他又想要 因為之前 我沒有帶他 但是後來 就可以補回 上載了 但是 這次就穩固一點 不如就帶上所有 我們剛才提及的 絕紙證明 雖然他沒有說要 但是 都準備了 如果他隨時要的話 起碼我都交得到給他 還有 之前 有說過 要我們的稅單 其實 但是到最後 他又 不知道為什麼 都交的時候 又沒有說要稅單 但是呢 我們都準備了 但是去到打指模的時候 都沒有說要我們補 所以其實 其實到最後 我們暫時 還沒有收到通知 說要補什麼文件 可能 都可以一直 和大家更新 就是那個情況 究竟 審批那個局 時間要多久 中途會不會 都會有些文件 需要補 都未知 而且我們都未收到 說要去宣誓的東西 其實呢 申請的時候 他都會讓你選擇去哪區宣誓 我們暫時都未收到通知 就是說我們可以去宣誓 這裏有進一步的消息 也是可以到時 再和大家更新 今天就純粹和大家分享 以及更正 推薦人的照片 因為之前的條片 出了之後 發覺太心急了 沒有看清楚 就說了 可能大家如果聽到的話 記得更新 那個其實是 申請人的照片 今天主要跟大家分享 之後如果有新消息 就會提醒公司大家 希望我們要入職 聲稱就可以 快點順利去搞定 如果還未訂閱我們 youtube頻道的朋友 記得按訂閱 和隔壁鈴鈴的全部 以後一有新片 就會第一時間通知大家 多謝大家值支持 下次再見 拜拜 為了